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关于那个自考传媒大学考试内容的视频 因为我之前有做过两期视频是关于报考 还有一些注意事项 那其实没有讲太多关于考试内容的这一块 有之前有一些小朋友也会问过我考试内容这一块 因为他这个考试的话是分为两块 一块是就是我们正常的考试比试 就是比试的话会比较相对于简单 没有什么可讲的 他这个里面课程有一些专业课程 他不是比试 还有一些关于实践课 实践课大概分为两种吧 一种是提交一些作品 或者是现场的一些写作之类的 或者是一些上机课 那有很多同学不太了解这一块具体是怎么去准备 或者是考试的具体内容 所以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做一期关于这个考试内容这一块 画重点 大家一定要把它看完 好 我们现在先到他那个官网去给大家看一下他这个课程的划分 我们先打开他那个北京教育考试学院的官网 进来看一下 进来之后呢 我们自考的话是在这里 那自考是在这里 我们这个考试的时间 因为我上次上次的视频里面有讲到过 但是呢 这次讲的是这个实践课 实践课的话 他的报名时间其实是跟那个我们比试课他是有时间差的 因为我们正常的报考时间的话是在每年的3月1号到9号跟9月1号到9号去报考的 但是实践课其实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他是跟在那个我们比试课的后面 就是我们因为他这个考试一年分两次嘛 上半年跟下半年考试是4月份跟10月份 那他报名是在3月份跟9月份 其实实践课他就是跟在这个我们比试课的后面就是3月11号到14号报名 跟9月的11号到14号报名 他这个报名完 我们报名完之后呢 他会在这里 这个自考快递这里边来公布我们这个考试的一些内容跟考试的地点和时间 所以我们大家报完名之后一定要特意留意这一块 我给大家找一个他们之前公布的信息 他讲的是每年都会在这里公布 然后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考试内容 但是根据我这边看到的话 基本上是不会有太多差异 我后期会把他这些考试的内容 大概给就是所有的 就只是只要是涉及到那个实践课 或者是上级课的所有的课程内容 不管是选选考的或者是不选考的 都会把它给选择 都会把它给弄出来之后放到我们这个课程后边 然后我把它做到这个图片里边 到时候这个图片我会放在我的那个微信公共平台 大家可以去搜索我的微信公共平台之后回复自考 或者自律两个字来获得这个图片 我先给大家找一下他之前上半年的发布的一些信息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这里是自考 这个是网络传媒设计专业的啊 就我们这个专业可能不太一样 但是大差不差的基本上都是这样 算了我找一个那个我们这个专业的吧 广播这个非比是如果我们报考完之后他你看他这个是2019年3月15号发布的 我们报考的话是3月11号左右吗 报考完之后他第二天就发布了 那他会在这里就标注我们的专业 然后还有我们的考试科目跟考试代码这一块大家都注意一点 然后考考考方式 这个是 这个是专科的 我们看本科 专科的这个应该是跟我们本科的这个写影评是一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是独立本科段 独立本科段这一科是电视文艺节目创作 它是一个提交作品的一个课 他这里会很明确的把这个要求啊还有形式都会写下来 比如说这个考试作品的要求 比如考生本人提供一部独立创作或单主创的一个不低于5分钟 或不超过30分钟的一个短片 然后他这个短片的话你提交上去之后是需要放在U盘里面交上去 交上去之后呢他会现场考核 就是你一定要去 他这里会给你地址还有一些考考试的时间 这个你要根据他他每一颗考试的时间跟地址都不一样 一定要注意这几点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一定要注意就是你一定要把它放在U盘里面 贴上你的标签然后把你的这个考生的一些信息写上去 还有这个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内把你的这个作品送过去 如果说你没有教的话那就是缺考 你报完名之后没有教就是缺考 考完之后他会让你领U盘领回去 这个东西还是你自己的不要放在学校 这些有些课程它是需要一对一考核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好时间一定不要迟到千万不要迟到 基本上就是每一科只要是这个考试的 只要是这个实践课的话他都会发布 但他这个发布的话还有一些是没有在上面的 因为有一些他是根据你的考试安排来来做的 所以有一些可能今年这个上上半年或者下半年他不在那个考试安排里面 所以他就不会发布 那我这边其实整理出来了所有的这个需要考核的这个考试的内容这一块 我们选完课之后呢 因为这里边有一些是 嗯 像我现在这个标出来的啊 这种灰色的话都是选考的课程 选考的话因为我们有一些是不需要考的 所以如果大家选选的课不一样的话呢 大家一定要只看自己选的选考的课就行了 其他都不用看 那我这个黄色标志出来的话全都是这些 呃需要上机啊或者是提交作品的这些实践课 这个有一个专题知识讲座 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必要去选它 因为选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给忽略掉 所以我们就重点看这些就行了 那个这个英语四级考试的话就其实不用讲了 如果有一些同学之前是考过的 那像这些的话我们都要重点去看一下 这个电影这个数字的摄影技术的话 它不是选考课是必考的 大家一定要详细的看看这个考是怎么考的 嗯这个我们可以自己详细的看一下 我今天在这里就不再去讲那么多了 我把这些东西全都给 全都给拷贝下来了 大家自己详细去看一看 然后这些还有这些笔试课 笔试课的话 这些相对应的教材 大家都跟着买就行了 这些都是他们官方网站上放出来的这些 课本 考试作品要求 有考试本人提交易不独立创作或单主创 参加考试的主创不超过三人联合创作的短片 统一播放影片解读分析指定的影视作品 还有这个对还有一点就是 这个非线性编辑 非线性编辑课的话 它考的是perme 基本上是这个perme 大家可能现在有的同学会用的话 都会用的是最新版的 比如说2019版 或者是2018版 但是它这个考试考的是2015版的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 它这个用的是2015版的这个perme 就pr 如果大家对这个没有概念的话 可以去搜一个2015版的下载下来去熟悉一下 好 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基本上这些所有的考试内容我都放在那个图片里面 大家记得去 呃 获取这个图片啊 然后把它放在手机里面 没事的时候经常看一下 千万不要忘记 我们考试的内容和时间安排这一块 那大家关注我的微信公共账号 然后在里面回复这个 自考跟自律这两个词都行 只要回复完之后 我这边会自己推送给你 呃 我的微信公共账号是跟我的这个B站同名 大家记得关注一下 如果大家觉得这期视频有用的话 或者是 呃 对你有帮助的话 大家记得点一下关注 或者是在下面评论点赞都行 再去 针 针